被緊急送醫的五歲女童 全身傷痕累累 不但手上有新舊的瘀青傷痕 五個腳趾頭上 還有一點一點 疑似被掙扎的針孔 看起來相當可怕 警方懷疑幫忙管教的 母親女性友人 黃姓女子涉嫌淋虐女童 將她依重傷害罪移送 不過檢察官看過 女童的傷勢之後 認為還不構成不斷管教 黃姓女子坦承 因為女童大小便在褲子內 不聽管教 才會拿棍子打她 結果女童爭脫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撞到頭昏迷 她趕緊拿針 刺女童的手指和腳趾 希望刺激她恢復意識 女童的手腳 才會出現許多的小孔洞 絕非蓄意虐待 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嗎 趕快要是長得跌倒 檢方針訊之後 認定是普通傷害罪 由於女童母親不願提告 黃姓女子無保請回 而黃姓女子是寺廟志工 免費幫信眾 在寺廟旁的宿舍照顧小孩 人數不一 這次女童受傷送醫 和彰化日月民工 虐死高中生的情節相當類似 事件發生之後 也引起當地民眾議論紛紛 記得洪正銘SNG小組 南投報導 馬姓女子 雙幻 暇 綁 雙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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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幻